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了温莎城堡的弗洛格莫尔庄园 并与家人在那里见面 这是女王确诊新冠后首次见到家人 同时也意味着女王新冠彻底康复 当天女王和比亚特丽丝公主及其小女儿 剑桥公爵威廉王子与公爵夫人凯瑟琳 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度过了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 据报道 确诊之后女王一直在良好康复 虽然在隔离期间女王被迫取消了一些在线会议 但只是因为感染导致其声音嘶哑而已 并无大碍 再有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位英国女王将迎来自己96岁的生日 从2015年9月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后 伊丽莎巴二世每活一天 都是在继续扩大着这个可能再也不会被打破的记录 不过在过去的几年中 这位年长的女王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这主要是因为一直不太平的英国王室 这让已经超长待机95年的伊丽莎巴二世 依旧不敢轻言退休 还需要用她的优雅来向外界撑起王室贵族们的牌面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梳理一下 那些年女王经历的那些糟心事 2021年4月9号 白金汉宫宣布 菲利普亲王去世 享年99岁 不管是作为一国的精神领袖 还是寻常百姓家 丧尸配偶都可谓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作为英国历史上保持君王配偶身份最长之人 菲利普亲王无论个人生平 还是与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 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去年2月 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的菲利普亲王因病住院 尽管英国王室声明 治疗仅是预防措施 且菲利普亲王并未感染新冠 但考虑到其近百岁的高龄 他的健康状况仍然牵动人心 先前英国卫报就有过报道称 菲利普亲王晚年身体总体比较健康 但近年出现了一些问题 多次入院接受治疗 2011年 亲王因胸部疼痛和冠状动脉阻塞 被直升机送往医院 2012年 膀胱感染入院治疗 2013年6月 接受了探查性腹部手术 2018年又接受了 宽关节致患手术 并住院10天 他上一次入院治疗是在2019年12月 当时住院4天 白金汉公称亲王为了治疗一种寄存疾病 但拒绝透露具体是什么疾病 原本 6月菲利普亲王将迎来100岁生日 女王的官方生日阅兵式也会在6月 6月戴安娜王妃的雕像将落成 届时哈利王子会回到英国 而菲利普亲王自己的希望 是在4月女王95岁生日 即6月她本人100岁生日时陪在妻子身边 但一切都结束了 菲利普亲王的生命停留在了99岁 菲利普亲王去世没过多久 英国王室又坐实了一桩丑闻 那就是关于大安娜王妃的真实死因 大安娜的弟弟 史本尔指控BBC记者 马丁·巴西尔 当年为了说服大安娜王妃接受采访 不惜伪造银行文件进行恐吓 直接导致了接下来的一系列悲剧 众所周知 大安娜王妃的婚姻并不幸福 皇冠这部英剧 大量讲述了大安娜王妃 与查尔斯王子的糟糕婚姻状况 大安娜王妃甚至患上了暴时症 查尔斯王子对这些婚姻也满不在乎 在英国王室中 大安娜王妃更是被监控 身边按插了无数的眼线 她的人生自从当上了王妃的那一刻 就丧失了自由 婚后 大安娜王妃很快发现 她的丈夫查尔斯王子根本不爱她 而是爱着另外一个女人 卡米拉 好在人生的低谷 大安娜遇到了一个保镖 一个她觉得可以依赖并倾诉的男人 比查尔斯王子更温暖的存在 她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大安娜只是想和她一起逃离英国王室 远离勾心斗角的虚伪 但很快 这个秘密被王室发现 保镖被辞退 三个礼拜后 大安娜死于一场车祸 当年 BBC对大安娜王妃进行了一段采访 她说出了英国王室不堪的一面 节目播出后 女王下令她和查尔斯王子最终离婚 她在王室保护伞下的地位大大下降了 最近 大安娜王妃接受采访的原因也被曝光 完全是记者巴希尔的一个阴谋 她使用了伪造的银行文件 欺骗称 两名高级随从人员被安全部门收买 以收集针对大安娜王妃的情报 但在戒备森严的王室 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地收买 这些达官贵族的身边人呢 所以 女王到底有没有参与到这件事中 一切都难有定论 但无疑 这是2021年女王面临的糟心事之一 除此之外 在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英国的防疫政策也是让女王头疼的事 包括自己与寄生人查尔斯王子纷纷确诊 这对全体英文人来说 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尽管伊丽莎白二是年将一百 但她的晚年生活依旧说是意外不断 虽然贵为英国女王 但她可能有时会更想像普通人一样 安享自己的晚年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